朋友们大家好,我国地大物博,物产丰富,在农村有一种野生的藤蔓植物,古称它有雌雄之分,入叶时则藤蔓香蕉,因此就被人们称为叶焦藤,其实叶焦藤呢是合手屋的藤金,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点赞转发,收藏和关注,谢谢支持。 叶焦藤的别名,手屋藤,漆藤,焦藤,桃柳藤,九真藤等,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钢,料科和手屋鼠,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,形态特征,叶焦藤快跟肥厚,不规则长颇圆形,黑褐色,经缠绕,多分支,叶卵形或长卵形,顶端渐尖,肌部星形,花絮圆锥状,顶生或叶生,花为白色或淡绿色,生长环境,叶焦藤洗银凉湿润环境,长生于草坡,路边,山� 石凤及灌木丛中等,主要价值,叶焦藤快撞精应用广泛,除了可以食用和药用之外,还可以制作洗发水,化妆品等,它缠绕的藤蔓,清新的叶片,古朴肥大的快筋造型优美,给人以自然的感觉,所以常被人们用来做盆景,具有很高的观赏性,在给人们带来观赏价值的同时,也有很好的绿化价值,叶焦藤全株均可入药,下秋彩隔代叶藤精,除去残叶,晒干使用, 以味苦涩,枝条粗状均匀,外皮棕红色者为佳,叶焦藤以快筋入药时,以体重,质坚实粉性足者为好,秋后今夜枯萎时或四年未萌芽前,掘取其快根,消去两端,洗净,切片,晒单或微轰,称为生手务,若今严格的工序炮制,晒后变为黑色,称为制手务,它的具体药用功效,我们还是留给懂医药的朋友们,在评论里留言补充,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